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快报 我们看到网上一个最新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新闻司司长华春莹的老公 叫关庆 她去世了 她是因为得癌症去世的 她是中国建筑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但是她在去年的时候 因为生病辞职了 这种说法在互联网上传遍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仍然不能确定 关庆就是华春莹的老公 一开始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觉得她的老婆 这个华春莹天天在骂美国 代表中国外交部 一些小粉红反美的网友们 也特别激动 看到华春莹义正言辞的 特别有这种民族骄傲感 但是他们不知道 这个义正言辞的华春莹 她老公要跑到美国去看病 要靠美国的医生来救治 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 实际上各个阶层是脱节的 权贵阶层 一方面她有政治需要 去骂美国 但是她有私人的需要 她有自己的生活的需要 她要去在美国买房 买车 在美国看病 生孩子 只有那些底层 特别容易被煽动的 那些中国人 被官方媒体 带着节奏走的 这些人 才会真的相信 他们的说法 反美是工作 赴美是生活 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子 我们聪明人都看得很清楚了 但是如果只是讲华春莹这个事情的话 关庆很有可能并不是华春莹的老公 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说法 是这个关庆的朋友的孩子发表的这样的一个言论 他管这个关庆叫关伯伯 他写这篇文章好像是关伯伯去世的当天写的 他说从北京接受完最后一次手术后 一直昏迷未醒 直至今天凌晨 他说他的爸爸一直跟他说 你看你关伯伯 最严重的时候 双脚肿胀连脚一起 都是浮肿的状态 工作日 仍然坚持去到公司 正常上班 正常工作 我一直在逃学逃课 心里除了敬佩还是敬佩 他还提到说 关伯伯是一位国家的高级官员 是一位把自己的一生都付出给国家事业的工作人员 他说关伯伯的妻子是一位钢琴老师 优雅大方 在关伯伯的病中 前前后后忙来忙去 两病也慢慢变白了 其实如果没有这场疾病 十年后 也许伯伯和阿姨 在他们的小家中 伯伯喝茶 阿姨弹弹琴 一家人说说笑笑 我们不能合适这段话 是是真的是假的 但是他提到了 这个关伯伯 就是关庆的老婆 是一位钢琴老师 并不是华春莹 就算他不是华春莹的老公 但是在中国的官场上 我们都知道 这是一个好像是 类似于潜规则一样 一般就是老公是高官 老婆就是做生意的 老婆是高官 老公就是做生意赚钱的 特别是国企 央企这样的大企业领导 还有就是父子党 父亲是当大官的 儿子就是赚钱的 捞钱的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搭配 很明显的一个 权钱交易 而且我们知道 六四的时候 那个中国当时的 国务院发言人 袁牧 不是否认说 这个天安门 没有死一个人吗 他的女儿在六四之后 就申请去美国留学 所以说大家都是 说一套做一套 说的话都是 自己不相信的话 每个人都是带一个假面 这个假面前面 是他的一个政治任务 是政治工作 摘了假面 他才能做一个真正的人 才能真正的 不去抵制美货 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去 这些都是中国的国情 我们看得很清楚 具体的官庆 到底是不是 华春莹的老公 就是海外的媒体 和新闻机构 经过核实 确认之后 才应该讲出来的 不过最后我想说一点 就是从这个事件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中国官场的混乱 黑暗和不透明 比如说我们看到 这么多铺天盖地的说法了 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人出来反驳 或者说出来辟谣 这个两人的关系 它不是一个丑闻 他们俩有没有关系 可以一句话就搞定的 这是一个事实问题 这也肯定是跟 官庆是中央候补委员 是共产党的高官 是有关系的 而且我们还看到 网上有一个官庆的 哥们的老婆写的 这个人的人名居然是化名 你作为官庆这么好的一个朋友 双方是市交 你居然自己的名字不敢讲出来 基本上就是在讲 官庆是多么优秀的一个企业家 多么优秀的官员 他说这个中建集团 在他的领导下 在世界500强的排名 从37名排到了21名 他说一代建筑精英 英年早逝 我实在看不出 有必要要引去他的名字吗 如果这个人这么优秀的话 你跟他是至交 你跟他是好朋友 你跟这样的人做朋友 难道不是很骄傲吗 为什么要故意弄一个画名出来呢 我们看到国外的这些领导人 都把自己的家人带在身边 对吧 出来演讲的时候 老婆孩子在后面站着 给大家展示 这都是非常透明的 因为他们是选举选出来的 但在中国 不管什么中央委员也好 或者这些国企 央企的高管也好 他们都是很隐蔽的 表面上的借口就是 要保护他们隐私 但是还是害怕自己的家人 是干什么呢 叫什么名字曝光出来 因为中国的这种阶级的斗争 或者说阶层的矛盾 实在太尖锐了 而且什么都公开透明的话 也不易于他们这些家属去捞钱 对吧 所以官庆跟华春莹这件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 给出正确的一个信息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的官场的腐败 是被完全掩盖住的 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公子快报 我们下期再见